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封建社会时期最终到达了民主社会时期 然而虽然如今全世界大多数地方的人类都可以互相联系 并且通过先进的科技学习彼此的先进文化 但是在人们不知道的一些地方依旧保持着原始社会形态 在非洲生活着这样的一群人 他们喝露水吃白饮 因此被称为最后的猎人 并建立起了原始与林中的矮人国 他们便是巴卡人 巴卡人生活在喀曼龙共和国 这个国家通称喀曼龙 是位于非洲中西部的单一制共和国 西方与明日利亚接壤 东北与东边分别和乍德与中非相靠 南方则与世道吉内亚 加鹏及刚果共和国匹连 海岸县解一邦尼湾 其属于几内亚湾及大西洋的一部分 卡麦龙的地质以及环境区别很大 因此形成了文化多样性 所以有着小非洲美丽 在这个地方最吸引人的便是它独特的自然地理风貌 卡麦龙的最高峰是西南部的卡麦龙火山 大城市则有杜阿拉、亚温和吉加鲁阿拉的 并吸进了超过200个种族语言族群 这个国家最出名的便是其国家足球队基本土音乐风格了 其中又以马库赛与比库西最为人知 不过这个地方最为特殊的并不是这些 而是在非洲卡麦龙原始森林中生活着一群人 这些人以森林为家 敬森林为神 他们终身以打猎和收集为生 他们被称为最终的猎人 他们的名字为巴卡人 可能是由于自然选择的缘故 巴卡人的身材都比较矮小 平均只有1.3米左右 虽然个子矮 但是他们却也有着常人无法比拟敏锐视觉和听觉 这些都有助于他们发现和寻觅猎物 由于生活的比较偏远 这个地方没 有和外界获得良好的沟通 他们的生活甚至没有变 更不用说便捷的商场了 因此当地人需要依靠自己的捕猎技术 来获得充足的粮食 有些时候他们甚至不得不喝露水 吃白衣 为自己冲击 然而随着人类建设的加快 以及地球环境的变化 热带雨林的数量在不断减少 巴卡人赖以生存的家园被破坏了 他们不得不开始考虑 让下一代的人们送去现代人的生活中去 并且搬到人类聚集的城市中去 参考资料 生活在刚果热带雨林的巴卡人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 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